Hello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皇家评测 我是斯瓦 现在呢 OPPO Reno Ace的发布会刚刚结束 我们呢也是在第一时间拿到了这款手机 这款手机呢 在前期宣传和它的slogan上呢 都主打一个充电五分钟 开黑两小时 那么这句广告语是否真的如此呢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验证一下 说起这回新机的名字Ace啊 Ace在网球术语中呢代表发球得分 游戏中呢代表击杀数最高的玩家 反正这个词语在每个语境里呢 都代表高人一等啊 先人一步这种意思 OPPO呢此次将这个词语揉进自己的产品名中 那是否代表这款产品也有着比较初衷的性能呢 我们下面一一来看 首先我们从外观说起 Reno Ace在OPPO家族中有着反扑归真的意味 没有搭载侧弦升降结构 也没有为后置摄像头与机身齐平而把手机做厚 而是像之前的OPPO手机一样 重量厚度都恰到好处的同时 摄像头又比机身微微凸起了一些 这也算是这款手机第一手感上 与Reno系列其他小伙伴最大的一个差别 由于没有升降结构啊 该机正面采用一块6.5英寸AML的水滴屏 分辨率是2400x1080 同时采用最新的E3发光材料AML 日常亮度达500尼特 户外亮度可达700尼特 我们也实际感受了一下 在强光下屏幕内容看着也不是很费劲 不过该机屏幕最大的亮点还是90赫兹刷新率 上半年1加7Pro那块屏幕 想必看过的小伙伴都过目难忘 同时该机的触控采用率也一样提升到了135赫兹 屏幕拖动没有拖影 在滑动操作中确实更加顺滑 在游戏这种手指高速操作的场景 顺滑程度也会有明显的提升 不过我真的觉得 这块屏幕要不是异形屏的话 而是真全面屏那才更好 在这点上确实是一个小遗憾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性能 Reno Ace名副其实直接上了 骁龙85plus处理器 这款处理器大家也不是第一次见了 所以我们直接晒一下大家关心的跑分 安兔兔得分436559分 Geekbench 4单核3040分 多核11112分 日常使用和应对大型游戏软件的需求 这颗处理器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这次伴随Reno Ace还有一句魔性的slogan 就是充电5分钟开黑2小时 机身标配的充电器升级到了6500 要知道这已经超过13寸MacBook Pro 这种笔记本电脑标配的充电瓦数了 我们也是想尽办法 将我手中的这台Reno Ace的电量耗尽 那我们现在就给它充电5分钟 然后我们玩两个小时王者荣耀 顺便看一下它的游戏表现 经过我们的实际验证呢 这款手机5分钟可以充电27% 听起来确实很快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能打多久的王者荣耀版 计时开始 好我们现在看到这台手机电量被耗光自动关机了 实际游戏王者荣耀 在蜂窝网络下特效全拍 可玩1小时19分钟 总结起来呢 就是65把的超级闪充确实很快 但游戏时间呢 也没有到官方宣称的两个小时 不过充5分钟电就可以玩一个多小时游戏 也是够你玩一阵的了 另外我们也测试了将OPPO Reno8从0到100%充满 仅需28分钟 这个连半个小时都不到的时间也是非常恐怖了 在市面上这款手机的充电速度也是目前最快的一款 而由于90赫兹屏幕的加入呢 触控体验确实顺畅了不少 王者荣耀全程都在58到61帧之间运行 也是稳定流畅 我们也在一个多小时的游戏后呢 测了一下该机的温度 正面最高温度是40度 背面最高温度是39.1度 握起来不会感觉很烫手 温度控制的还相当不错的 该机在硬件上呢还搭载了线性马达 为日常的使用提供了舒适的反馈 当你操作全面屏手势时 或使用自带输入法打字时 都能给到震动回馈 不过可能由于这款马达的体积不算大 整个震动的力道不是很足 看完这款手机的外观 充电表现 游戏表现 可能你还会关心拍照如何 接下来呢 我们就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OPPO Reno8后置采用四摄设计 主摄采用主流的 索尼iF586 4800像素摄像头 F1.7光圈 支持像素四合一技术 同时还有一颗1300像素长焦镜头 和8板像素广角镜头 可以分别取下不同焦段景物 最后还有一颗200万黑白镜头 OPPO也是为这颗镜头 新增定制了复古风格绿角 下面我们通过实际样张 来看一下拍照的表现 白天光照充足的情况下 Reno Ace解析力强 色彩还原准确 同时由于AI智能相机的加入 可以识别被摄物体进行优化 总体来讲成片不论是第一观感 还是细看都比较养眼 打开超观感模式之后呢 可以获得117度的光角视野 照片从观感上确实更具冲击力 不过由于超过两相通镜头只有800W 所以解析力确实也是下降了 但是色彩还原还是相对准确的 该机还有一颗1300万像素长焦镜头 支持2倍光学变焦和5倍混合变焦 我们可以看一下变焦分别从1倍到2倍到5倍 整个成像出来的色调都比较统一 并且2倍和5倍在一般生活中拍照的适用范围也比较广 开启人像模式之后 Renois会对主体背景进行虚化 并对人物主体进行打光美颜 同时还有几种滤镜可选 整体来讲观感非常不错 小姐姐被拍得非常好看 本次还有一个人像滤镜的 就是专为这个200万黑白镜头准备的 虽然整体色调看起来确实很有感觉 但模特小姐姐觉得照物体还行 照人有一丝丝恐怖的氛围 到了晚上 Renois使用普通模式拍照 可以应对大部分场景 画面对高光的抑制不错 同时在阴影处的细节也保留了较多 但对于有复杂光线或高光灯牌的时候 还需要打开超级夜景来压制这些高光 这组对比昂章就可以清晰地看出 超级夜景对于高光的压制起到了作用 同时画面整体的亮度也更高 细节保留也会更多 好了体验到这里 Renois给我的感觉就是 可能它在外在的创新上 实在没有多少 没有侧弦升降几个 没有10倍潜望镜头之类 但是它在你日常最常用的几个功能点上 都做了很大的提升 比如屏幕升级到了90Hz刷新率 充电是有了现在市面上最快的速度 而四摄组合的加注也有了更多的玩法 可以说像一台比较低调的水桶机 说实话 去年OPPO将骁龙最强的芯片给了FENDX 今年上半年将最强的那颗芯片给了OPPO Reno10倍变焦版 这两款手机在外在都可以是一眼惊艳你的产品 但是OPPO Reno Ace却在外在上搞起了繁浦归阵 而在内在上却在实用性功能上有了比较重大的提升 那么你在购买手机的时候 是会更重视这些使用功能的提升的 还是需要这个手机可以一眼惊艳我呢 欢迎大家在弹幕和留言中与我进行互动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皇家评测 我是四娃硕硕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我 欢迎大家关注皇家评测的微博微信 B站的用户不要忘记素质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最后感谢拼多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搜索皇家评测 观看新品首发评测